大家好 我是淑菌老師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怎麼樣刷一個可愛有型好氣色的腮紅 腮紅就是鼻翼對過來 這樣過來有沒有 你看蘋果劑是在 從這邊就上來對蘋果劑 但你不要把蘋果腮紅不能畫到這裡下來 就是在這個鼻子對過來 高度在這裡 然後如果你腮紅刷的越低 那你的肉就是會下垂 所以腮紅的位置要很小心 就是它就是鼻子對過來 不能對於鼻子 嗯 不能對於鼻子 留一個手指的寬度 所以腮紅的位置是在這個位置 有一個可愛的圓形腮紅 還有一個是平愛心的刷法 還有一個是太陽蟹的放射性的刷法 還有一個就是模糊 從這個蘋果肌這個位置 然後模糊的刷法 那什麼樣的人適合這幾種刷法 還是關係到就是臉部的臉型 如果你的像你的這個小臉的話 就是你也不能過度刷到外圍去 就會顯得臉就更小 所以你適合像你這種小臉的話 就是要抓到一個這個位置 因為你只要一刷出來的話 會顯得臉更小 所以要抓到一個位置 所以就要進來 但是又不能這個位置 記得鼻翼這個旁邊一定要留 如果你太進來的時候 會整個人就是臉就是 擠在一起的 就跟那個平美的道理一樣 就是眉毛會擠 然後這邊如果你刷太進來的話 就會進來 往裡面擠 像你的這種巴掌裡 我會用愛心或是圓 這樣 現在我用的一個顏色就是 今年的粉紅色 還有一個甜甜的甜粉紅色 還有一個就是粉橘色 但是我今天這種粉橘色啊 會有點有修容的效果 但是小米的話是 其實是不需要怎麼修容的 因為它臉就是一個 瓜子臉 那我會在這個位置有沒有 放下來愛心 淡淡的 所以要慢慢的上 慢慢的上 甜 然後你在刷粉的時候啊 記得就是輕輕的 一點點就夠了 然後輕輕的 輕輕的 左右左右 哇一點點是往上 這個就是腮紅 像跳舞一樣慢慢的刷上去 然後漸漸的 這邊它有一些這個 加刷一點點 好像有人說在這邊 會有 會有 遭桃花 對 好人緣 對 所以這個就是好氣色呀 只會增加一個氣色 這腮紅的位置 在呼吸下 就是這樣 如果是 有那種 超過位置 超過位置的時候 我們這個蜜粉刷 就很像橡皮擦一樣把它擦掉 就是把它刷掉 如果感覺底下 因為我們有時候還是習慣會 會用蜜粉去修一下刷一下 這樣 那像這種橘色系 或許會有人說 那這種修容的話怎麼辦 怎麼用 真的修容就是說如果是膚色 比較健康膚色的人 就像小米是比較偏 就是白皙 但是如果是一種健康膚色的 像小麥色 就很適合這種橘色系的 粉橘色系 那刷起來的時候會偏健康 那如果說像小米 我不要它那麼白皙 那我就把它加一點點 所以今年就是有這種 Double色色系 就是一邊是粉紅色 一邊是橘色系 然後去混搭 而且這種 這樣的雙色 腮紅有個好處 有時候你也可以拿來當眼影 所以我很喜歡 買一些這種方便性 一支眉筆 然後一個腮紅 所以我下一次 有機會的話 我可能就會用這種 粉橘色的 橘色系加粉 然後來創造一個眼妝 那今天我的腮紅就介紹到這裡 也希望大家正是 踴躍地訂閱我的頻道 那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在我的留言提問 那我會及時地回答大家 謝謝各位